今天的直播赛 各位的销量目标完成度 将直接决定你们的去留 曹福长起来了 我们现在可能是到实地里 罚个空间之类的 我罚给你 你先自己卖了再说 如果说你错过了 那真的是错过了 这样的好看的衣服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 快点快点快点 我们现在封陪的品牌 你快点快点 买一个新蛋糕 那最后两个赛道的主理人 来到台上 一百道光芒联合赞助 柯大训飞 随时随地开会 就用训飞会议耳机 蓝月亮一百道光芒 下节更精彩 蓝月亮一百道光芒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蓝月亮 冠名播出的一百道光芒 爱运动 用蓝月亮运动行洗衣 一百道光芒联合赞助 柯大训飞 随时随地开会 就用训飞会议耳机 一百道光芒 中国移动芒果卡 动感新青年 一起放光芒 现在上小芒APP 光芒独家衍生节目 免费看 好 先行者赛道和盲小药赛道 你们的最终销量目标完成度 这个过程 我不敢看 先行者赛道 你们的销量达成率是 百分之四十二点九三 芒小样赛道 你们的销量达成率是 百分之三十八点七五 所以最终排名第六的是新行者赛道 排名第七最末的是盲小样赛道 我们的销量达成率是 没事的 陆伟 没关系 把赛道的小伙伴们一起请到台上来好不好 来 加油 没事吧 别哭啊 来 陆伟 首先的话我可能是 更多的就是对不起我们的队员吧 怎么都是你对不起啊 怎么都是你对不起啊 别对不起啊 别对不起啊 因为我的决策 我自己决定当时用KOL一直决定 一直坚信他可以来 然后我没有做下一步的决定 然后导致昨天彩排当场 别哭别哭 没事 陆伟 当场就是整个大调换也可能 就是影响了我们组的进度 然后我们组 我们组是对选品非常有自信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品真的很好 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 其实我们组是对未来都是有规划的 我们还畅想下一步 我们要合作一个工厂 然后做一个我们赛道专属的口袋装 然后把我们现在谈到的所有商家 然后都装进我们口袋里 就是觉得对不起他们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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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个节目里面 因为真的很少有人有机会 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和这样的一个经济支持 让我们去落地我们的创业梦想 哪怕我们真的失败了 可能还有广电 可能还有小忙来帮我们兜着这个底 可能我们回到中台继续做我们的忙小样 我想表达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团队 然后如果以后我们能够在一起工作的话 我也非常开心 然后今天淘汰的话我觉得也不只是一个终点吧 可能只是这道节目的终点 就是我知道离开节目 但是也团队也不会结散嘛 那就是接着出差了 对 继续出差 继续上务 好 一半悲伤一半开心 悲伤是因为 可能还是因为节目淘汰了吧 但是开心是因为 我可以离开我妈独立生活了 然后可以自己出去洽谈客户 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你还记得曾经你们写过 对未来一百天之后的自己和协谋公信吗 我当时写的时候心情我还记得 我说等一百天总决赛之后 我再读给那个时候的自己听 结果没想到提前了那么久 我当时还打了个小猫标准 我说他们的兴致太丑了 我说这一张白纸写的就太寒碜了 真的很简短 可以读了是吗 上班第一天打印机不太会使用 希望一百天以后 自己可以熟练掌握使用打印机 以及可以和伙伴们储成家人 如果一定要对一百天后的自己 有一个设想的话 那我希望你已经成为了一个 很棒的自己了 更自信 更优秀 更精致 更帅 有一个自己擅长的领域 同时不要忘记这个爱笑快乐的你 工作之余要记得放松 一切都是最好的经历 我现在预期的报款就是从你们这里出现的 我希望你们卖个七八千件 卖个一万件 已经一百天了 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被摄影老师记录这场的生活了 以后就要过平常的生活了 还是要努力工作 努力生活呀 我这觉得 其实当时写的时候觉得很搞笑 现在总觉得有点感动 这是一场特别的经历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 我还是会来 如果你这几天经历了困难难题 希望你依旧保持阳光的心情 善良的心性 和抱着的心态 加油 继续给小芒 继续在小芒发光发热吧 还有 还挺搞笑的 这里是终点也是起点 好的是你一直拥有重新出发的勇气 来到小芒是一场人生的际遇 一百天后的你真的可以多自信一点 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一百天后的你 希望已经能够在某种赛道发光发热 通过这一百天 希望我能学到更多应用于职场的技能 但最重要的是突破 不读了吧 最后一段 为什么呀 也没有神 一百天后的陈律欣 希望你能燃起心 心 嗯 好神 一百天后的陈律欣 希望你能燃起心中的火苗 不再讨好 不再讨好 不再中规中矩 做你想做的 说你所想的 不考虑他人的看法和评价 让自己开心 我真的祝福你 希望你勇敢 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我在干嘛呀 好奇怪 挺舍不得的 各位老师好 我是陈律欣 可是就我这张脸 这都是十几年都治不好 我哪好意思给人家发照片呀 我说OK 既然我们没有 我态度很差吗 我态度很差吗 你不是太好的 对不起我 我跟你说了对不起吧 我态度怎么 这一场之不在乎 我更大的一个收获就是 确实是我跟王瑞龙 这种友谊的一个破冰点吧 真的这一百道光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芒 都有自己的力量 好棒 有点不舍得 其实 希望这个纸 这个信也会成为以后 鼓励我激励的 激励我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在陪伴小王成长的这段期间 我觉得我还是不复这段清晨的 这个姑娘眼中是有光的 你们越慢越有感觉了 好 你们那个slogan真的特别好 把美装进口袋 我这个真的是 就是小美与大美的逻辑 我为你们点赞 特别棒 比上次更好更好更好的 虽然说我们这次赛道淘汰了 但是我觉得并不意味着我们口袋装 赛道事业的终止 所以我们还 所以我也会带领我们团队进行努力的 然后把口袋装做得更好 然后让更多变美 想变美的女性 去认识我们口袋装 去使用我们口袋装 口袋装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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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还有一个一个 早啊 先把早会的那种做一下 玩一下 然后再次跟大家讲个区块链 记得打卡 早好 打卡了没 难受啊 这种要打卡的生活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开会了 好了 家人们我去了 对 我要先去开会了 实际上的 我栓目一下 9月3号直播大考的一些规则 各个赛道要在下周一早上 提交9月3号的 直播大考的一个内容流程和方案 然后我们这一次跟导演组这边 也商量了一下 就是可以有外拍的方式 直播时长还是30分钟的一个展示 如果你舞台也有 然后外景也有 那你就分两拨人 一拨人去外景 一拨人可能留在舞台 周一提交到光芒总办会以后 周二会和大家前往 我们合作的一个头部主播 周三中午12点钟之前 提交直播的选品 以及我们销量的日估的目标 然后周三下午五点 进行那个口前的一个选品会 我们昨天这个数据定的 还是不够太具体 我们今天要把它再具体化一点 我不管 我觉得我们定的就很对 相信我们主力人 做的一切决策 不是不是 还是捧杀 努力能达到的目标 虽然这两天我很阴谋 但是我脑子还是在想我们的事 因为按杨总骂我的话来说 就是不想干别干 那我觉得永远要以我们赛道为主 我们做策划做方案 这可能会面临时被踢掉的选择 但是并不是代表你没有工作没努力 我们只要是为这个事情去做这个努力就好了 做生好 为什么拿第二我就问 那你想拿几 拿第一吗 拿第三 拿第四 只要活下来就行 没关系啊 下次交不来到时候第一我们就要醒来 我不想你来骂 我不会被骂的 那时候我交不出一份好的作业我很着急 反正是搭在一起来选的 没啥那个的 我就希望这次我们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 有非议的这种感觉 但是更多的是拥抱年轻人主的生活 让他吵酷一点 反正我希望我们这一次能够 跟前两次直播间完全不一样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跟VF有一个补充协议 然后我在走这个流程 就是我在上传这个东西 但是补充协议中提到了一点 我以为是他们会提供给我们 但是结果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VF对接 我们做商品清单 可邮对接人以协议约定的官方邮箱进行调整 然后现在我需要上传这个附近的意 不是 下 下 后面应该有附近的意吧 没有 附近一要我们自己上床 我一直以为这个附近一不用我管 我现在才知道这个要我管 这对接人又是谁 协议约定的官方有需要游在哪 我们去开会吧 我知道我们团队现在是有问题的 每个人心里肯定都会有些想法 咱们在今天都说出来 都说出来 是的 所以说说完了不许生气 是肯定的 今天所有东西不要往心里去 包括你们觉得我有哪里做的不好什么 你们都可以直接说没有问题 我感觉咱们之间的信任感不够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团队里面 大家虽然都在忙活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手头上的事情都没有做好 我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她是负责商品商链的当时 但是那天上午她去对接艺人了 因为她当时人不在 她让我去帮她对一下商链过那个审核的问题 助理人只能带一个人去 我见艺人啊 美琪跟我上 让我叫她去 喂 美琪这边商家商链那里需要她通过一个审核 但是我找不着 这上面也没有 要不定的话把她的电脑带过去 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她呢 她也不知道在哪儿 她真的跟我 她真的微信给我回 我是安Q 那她这样子拿人道具回来处理这些事情不好吗 不是 一定要去啊 就是那么想见艺人啊 有什么有必要吗 这一点我也不得不说 美琪那一天就一定要去那个艺人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承认我自己是有问题的 但是 但是实际上你想一下 不管我们那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就在工会上好好坐着 我去做我的这个审核 我去做这个商家商链的事情 最后这个事情还是会发生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到最后 秋秋在那儿帮我搞了一个多小时 快两个小时 才知道我的权限 我的账号没有权限 我根本看不到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我现在想说的是 在当时的那个安排 你是不服气我的这个安排的 你就一定要去选择这个艺人 那么我觉得如果说在之后的 团队的工作当中 你想要怎么样 就要听你怎么样 那是不可能的 前期的话我也一直在 一个是在跟BF那边对接 一个我可能也有其他的事情 就是也是被很 也是 每天也是在工作 但是呢 可能是OVD这一块 我是在后面才开始谈的 我有 我没有说 对不起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我有在为这个 两天谈不了一个商务 两天时间 还是秋秋给你提供两个电话 你一个电话没打出来 对啊 我承认这个结果 那你有时候可以 如此立直气壮地承认 你没有找到任何的赞助了 你现在本职工作没有做好 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从头到尾 我没有不配合工作 我也没有说我要跳出来 我要去抢 我要去反驳他 我也没有这样做吧 真的没有吗 我是没有啊 因为他没有办法 能说服我们 这逻辑感觉不通啊 感觉在所问非所答嘛 赵美琪 谁都知道你想当主力人嘛 对吧 那是不是换任何赛道 就是跟赛道无关 只要是想当主力人就行 不是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那你到底想当什么 你要是 你要问的是 我想当主国还是主力人吗 还有别的 可能我都不知道 你到底想当什么 主力人呢 主力人 既然你那么想当主力人 为什么当时刚成立赛道的时候 你还要委屈球权加入长服赛道呢 你完全可以去中台 自己再开辟一条 属于你的主力人的一个赛道啊 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当主国还是主力人呢 我先问你这个问题 这个一会儿一起说 那如果我有机会能出去回去做主力人 那我那我当然愿意 为什么不呢 那现在让你当主力人你愿意吗 你是说当什么的主力人 当这个赛道的主力人 我为什么不愿意呢 原因呢 你觉得自己可以 对 哪可以 我就是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 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 难道当主力人 只需要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就可以 我也没有说这个话呀 我是想当 但是我从头到尾 我也有在配合工作呀 我就是认为他 即使在今天这个会议上面 他的很多东西也都难以说服我 就是我并没有从他身上看到 就是他真正意识到自己哪里有问题 其实我每一分钟都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都没再往一个方向去走 你没有发现 你现在即便是没有做好你的商务 你虽然是承认你的这个问题 但是你非常理直气壮 好像我就是这样子的 我没有说我在理直气壮呀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再承认我的错误 我看不到任何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需要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需要这样的人 现在因为是主理人 那么他就是核心 你想当第二个核心 他就是不利于这个团队往前推进的 这个你能明白吗 我是把主理人设定的给自己一个目标值 对 如果说这个主理人设定 你能做得比我好吗 我觉得能 既然你能回答一个能的话 说明你就是对于这个团队 你是没有信仰 你是没有信念的 我不觉得我这个回答就叫对团队没有信仰的 你之前那么坚定地想要做主播 那我反而觉得你没有信仰 我的信仰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现在坐到这个位置上 是我对于这个赛道选择了之后 对方老板反选的我 那么我坐到这个位置 他为什么要选你呢 你有反思过吗 就是我会觉得你到现在可能还是 就是不够虚心吧 我觉得我不认可你对于我这个不够虚心的一个评价 我之前在其他赛道我也很承认 我之前确实干得不行 所以我被淘汰出来这个结果我认 但是为什么我想做这个赛道主理人 是我真的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我的这里还躺了一份策划 关于服装的 就是有一些回答 确实我可能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大家都看得出来 我还是想当这个主理人 我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利益点来出发 可能没有更多的在为团队考虑 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 关于商务的问题 这一点我自己一直在检讨自己 我也不找借口了 这就是我的原因 后面他总结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是没问题 其实我每分钟我都期待他能够改变 我愿意相信他是真的 因为我在这个团队里 我不希望我每天都处于一种迷失的感觉 咱们在潮服这条大船上 就是咱们一定要确认 咱们是一定要是一条心 只要心情就 别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我希望从明天开始 就是我们都不要再是这样垂头丧气了 就我们还是要坚信我们可以做好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大家回去想 就是真的就是根据今天 反正大家什么都聊了 然后根据今天想的 然后想一下明天 就是总结一下复盘的 然后再想一下赛道 每个人都想一下赛道未来的规划 其实我对他的态度就是 我的团队里面如果说出现一个不信任我 不愿意跟着我一起能够往前走的人 那我真的不需要这样的人 我觉得看一下他明天的一个表现吧 你们组开会啊 坐吧 来吧 来吧 我有听到一个声音啊 就是说怕表达的东西不是我想的东西 是你说的吗 还是受的 你其实是又去努力尝试的 拉什么PD啊 拉什么支持的哥哥姐姐啊 或者什么什么样子 去做一个转化吧 是不是 其实我还是觉得问题主要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然后我给你同步一下那个啊 现在的玩法是这样子的 张家的合同情之后 我们的大考的形式就是 燃场直播 我们就主要去拿这两个的独家或者利益点 辛苦你了 好 好 好 来 你先聊吧 你先说 你先聊 但是我感觉你对我的意见更大 不是依不依见的问题 你先说 我现在听你这么想 我这么想的 好 我先是第一个 就是我有听别人说这个备品的事情 说我好像故意还是怎么怎么 就做不好什么样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没有做好有几点原因 第一个 首先是之前分工的时候 你跟雷雷是负责这个直播方案的 没有分到我 然后你不跟我沟通 我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 然后怎么去进行那个分工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点 你不知道我的想法 那我周一开那个复盘会的时候 我有没有想过 进一周内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做 你就给了一个大目标 你就给了一个大目标 我问你 难道我是老师吗 我要告诉你今天数学作业 是做11月到12月的题 好 我需要给出这么细的东西吗 那我就自己能干统筹了呀 这个东西是你要去想的 在小组成立的时候 前两天你的统筹工作 我干得非常好 但从第三天开始 就不知道你在干嘛 你们的图片只是在卧子里面呈现 没有给到我们 我们 你们没有给我们素材 我们是给了素材的今天 你背景对完没有 你背景对完没有 没对完 为什么还没对完 图片还没改 不是 你说什么还没改 图片尺寸还没改 图片尺寸还没改 哪个的尺寸 图片尺寸 改多久 给我个时间 我现在还没头绪 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吗 我们现在满一点钟直播了 你现在没头绪 你难道自己没有能力去思考吗 你是一个成年人 这个跑我觉得确实是我的问题 第二个 未来你觉得谈判 不一定非得是主理人去谈判 那今天主理人在这儿 那是不是该主理人去谈判 依旧不这么认为 是吧 就是我在跟品牌方 聊得好好的 突然插嘴 如果它只是喷汇的话 大概会加价多少呢 就是 都是正常的价 正常的每一个 按原价 但是是自己去绘制 对 老师回到刚刚教堂的那一个 就是我比较好奇 假设我现在是一个入门的 一个 我带你过去 并不是说你要去谈判这件事 我当时的第一 无非就是说你去记录 去整理思路 一开始我跟绝姐的做事风格 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 你可以在所有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地方 我没讲到 你就记下来 这个地方我没讲好 你就记下来 当我们全部聊完过 你进行补充 当天聊完过 你也没补充 那你该插嘴的时候不插嘴 不该插嘴的时候再插嘴 那你到这么说我还想问你 那前一天你觉得我说的不对的时候 为什么私底下不能先跟我说一下 为什么一定是等全部流程走完了之后 晚上才跟我说 二十多岁的人了 你这东西能理解就理解 理解不了的东西 我就说我不想教一个人长大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否定的人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一个人的努力有时候也跟团队有关 为什么我在睡沟的时候 我也能成为核心成员 然后别人也觉得我挺好的 那为什么我在你这里 你就觉得我哪哪不行 每个人都是要成长的 虽然不是说要你手把手交 我到底要你交什么 问题就是你有这些问题 你知道吗 比方说 比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 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说出来的一些话让人觉得头疼 而且我带你进品牌房 你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 就是我 我确实是会有这种感觉 你整体是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给我一个精准的定位 我知道 无非情绪就是觉得大才小用了 所以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我就这么问 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我过来之后 我之前也跟你说过 确实比较想做商品选品 然后跟商家谈合作这个事情 就是如果一定要定一个岗位的话 我发现这沟通成本好难 而且就是他 意识不到自己擅长和不擅长做什么事 这件事情很让人难办 说直白一点 上一次星宇的完成度 在最后的赛程阶段没有那么好 你做不好的事情 无非两个情况 一 你能力不足 二 你带情绪了 不管你这个答案是什么 不重要了 自己心里有个判断 于是 我们就给西宇最后的工作分配是这样子的 运营加上商城的活动页面 成 这两个板块都交给蔡蔡和西宇负责 没问题吧 然后就是奖程机制 我做到了是什么 我没做到是什么 你做到了就是 证明 我之前判断是有失误的 你是可以的 那我为什么需要你的证明呢 除了我对滑板塞道的兴趣之外 这个团队能够给我带来什么 就是需要我去 就是我需要去付出我的所有努力去做 这个理由不是我给你的 这个理由是你去找的 我们这个事情已经聊了太久了 昨天住场上十点钟 聊到晚上十二点钟 这东西你真是给我证明 你可以 留在我们团队 就是你先不要说我做到了会怎么样 你可以再说一下我没做到会怎么样 没做到换人 那我干嘛 什么叫你干嘛 就是那我的职责是干什么 换人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团队不好意思 我懂了 就是说我要去证明我的能力 留在你这个团队 换人的事情是一个慎重的决则 那就去证明 你可以 九月三号 如果你要不就是证明到你是可以的 同时你找到了理由 OK 这是接到欢喜的结果 如果你没能证明自己的 然后但是你找到了原因 你可以来说服我们 如果你既没做到也没找到原因 我觉得大家好去好散也没有什么关系 好 走吧 下去复盘一下 其实复盘的话 也不是说为了逃避现实 或者怎么样 其实就是为了检查出问题 然后也是为后续的工作去做一些沉淀 我作为产品 这边搭建我说一些问题吧 权益没有同步 这问题我也有责任 因为自己也是族里的一员 也是创业 我虽然只管设计 但是不可能不去管里面的内容 所以这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我写脚本慢 我写脚本细 当时想做的是做了逐字搞的题 确保无误 但是没有想到太细统 背不出来 这就是我一贯的毛病 好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信息不同步 你第一遍跟我讲的 跟第二遍讲的 第三遍讲的 四遍讲的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信息会导致这么不同步 我说一下吧 就可能 就是自从新赛道组合起来 然后我就自己 就可能一直会有 说去想去迎合一下其他人 可能自己在团队里面 就经常被质疑 我感觉就是我自己在赛道里面 很多东西 我自己也瞧不定了 然后又就是说什么 好像又不对 好了 好了 你现在表现一部非常无辜的样子 稍比你来 就是来了这外部三 我觉得就是首先 会对我有些偏见 我属于团队考虑 我觉得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一个缺陷 尤其是初期二十号直播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 你不应该把自己摘出来 我并没有把自己摘出来好吧 这个点非常严重 第二天就要直播了 结果当天晚上 一定要推翻重来 我个人感觉你完全是有一些脑袋发热 就是推翻吧 明天的直播 就是我只放倒计时和宣讲视频 剩下的记性发挥 以口述的形式 记性发挥 以口述的形式 以口述的形式 我就说得很尖锐 为什么这几天我一直不想跟你说话呢 我真的很不满 尤其当天晚上 我真的很想发脾气 我觉得你 你很大程度上 你必须要为这一次的直播的尴尬 你要负一部分责任 就首先我肯定是为赛道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去考虑的 因为我希望这一个赛道留下来 其次是这场直播的一个内容 大家会有一些各自的一些小想法 就比如说这一次直播的脚本 以一个骂上热搜的宽肉斌 可能有一些自己私心的一些内容 想在直播里面去呈现 还有《航母GPT》里面去呈现了一个虚拟服饰 觉得就是其实内容里面 会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我想它简单地去呈现 王迪仁的嘴不应该那样说 因为毕竟是一个团队 他这个表达能力 不论对方有没有犯错 我这个表达能力都会让别人难以接受 王迪仁 你觉得不觉得你现在很不负责任 就是 你觉得你现在很不负责任知道吗 一句唐蒙的私心我的私心 你这句话分得很不负责任 分得很不负责任 你说是为了我澄清我个人的形象 好 最开始的设定是谁设定 是郁杰设定了他为我的私心吗 我是做批评的 但是我是根据整个情景给删掉了 我有那么格局小吗 一个脚本 所有人的决策都是为团队好 结果到你这里我们两个是为了私心 然后说我自己我觉得我很寒心 我真的跟刚才你听这个话 你说出来这个话我真的有被气到 毕竟唐蒙也跟他很久 然后说他有私心 但是唐蒙也是一直为他好 然后希望他能够更好的说领导一个团队 但是这么说就有点伤良心 肯定是伤害到了 有让大家 对我还是会有一些意见 你打的吗 对 你抓了吗 你打电话吗 不是 应该是我 就是你刚刚打电话给我的 七杯是吧 对 七杯 你打的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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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人 还是 你怎么能够找我的 你怎么知道 对 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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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很 Adams 好 那待会等唐宝一起来 我先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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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家可能就是对我会有一些意见吧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就是知道自己就是这样子其实不对的 很多事情需要去我判断的时候就我没有把讲清楚 就我目前自己来说就也是一个职场没什么多大管理经验的一个人 现在要承担一个管理工作 我觉得自己肯定是要得飞速成长的 我们是这个沐野家 你发外痴有点忙碍 那今天呢 我们沐野赛道想要来这里去找到我们的超强主理人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王秉任你之前一直很快套兵是在组织中起一个竞争的关系 那今天你们纳克道一组织过来完成我们的赛道你心里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就是就是有点忙 就是有点忙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 还有游戏环节 现在想请两位先对视两分钟 这不是昨天才吵架了 我们我们我和小饼可能这周都没有看过这么久呢 好我现在开始计时了准备好吗 三二一开始 你不要吓了 你今天头发好像有点稀疏 因为我今天稍微整理一下发 听说猜中说你在房间里搞了半个小时 怎么 你打你自己的头发 对 因为我前段时间太憔悴了 你不要往旁边偏见我 好 好 时间到 怎么感觉是像在玩的游戏 那最后你们给这方一次送上一句祝福吧 就是希望就是烧饼以后 先出四井 不是啊 怎么前程四井 就是咱们就是和睦相处 如果说是今天想说的话 我会觉得 我希望王金任平时不要这么冷静了 我作为一个主理人 我渴望看到你的情绪 而不是要你太理智的 我不想看到你太理智了 对 这个是我需要成长的 我觉得前段时间就是 可能不太会情绪表达和情绪化表达 所以后面可能也要去学一下 怎么样去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或之类的 你们好 我们是这个木野家族班外之有点忙也 然后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想要为我们的木野家族赛道去寻找到我们的超强的主理人 好突然 没有 很有幸能够被邀请来尝试做这个木野家族的主理人 那你觉得你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他吗 什么 这不是吗 这我的主理人坐我旁边呢 他既然要跟我发起这个挑战 那你还要在我的赛道吗 你直接做木野的主理人不是就完了吗 我这不是在竞选吗 那你直接去吧 加油 我会看啊 我是姐姐 他跟你说个事 就是木野家族要开一个赛道 然后是什么主理人什么的 然后美其他就说 他很想去当主理人 木野家族的吗 木野家族赛道 因为如果他真的想做这个赛道我可以 就是我觉得你有新的机会你去尝试去抓住 我觉得OK的 但是我这个赛道我不可能去找一个有二星的人 他得清楚的告诉我他的这个想法 对 大家就清楚的一起聊一下 是 就是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团队里面 有一个人一直对你不服气 不信任你 那我要团队里面这样的一根钉干什么 我给自己找烦恼 还是给这个团队找半小时呢 你好 你做第一伤吧 做第一伤吧 对 刚才呢 英伟又找到我 然后我同事也接受到了美其的信息点 在我们下午开始之前啊 先处理一下 有一个命题的就是 假设木野家族要开启一个赛道 你们愿不愿意做主理人这个事儿 然后那个 英伟是开始到一个信息点了 他听到那个美其说 他也想做这个木野家族的赛道主理人 对 所以我 我把这个事情刻果安排到这里啊 然后英伟就产生了担心 因为这个赛道成练啊 他的问题是 如果有人三心二意的 他觉得这个会不好做 如果中天真的来了个木野 你有想去做 他给你分配了工作 你就没有办法好好执行下去了 这是他的担忧 你可能很想做主理人 但不分什么赛道 所以就问一下美其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又接受到你的信息 是希望假设那个 因为9月3号的大考 我还是觉得不行 你可以作为第二题多的主理人 因为他有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他也不会成立 我也没有觉得他会真的成立一个赛道 他只是中间有这么一个问题 假设他要成立呢 去不去 那为什么您有回复 可能去对他的信息造成的影响呢 因为他就是一个访谈啊 就是我就觉得要做 但他直接问的这个问题是 当主理人竞争对手最大的是谁 你说的是我 就说明你还是想去争取这个主理人的 不是啊 那我也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啊 但是你的表达 是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啊 他不管这个节目组会怎么样 去玩这个赛道 但是这个选择是真实给你的 你到底是想做这个赛道 还是想去上节目 我就是为了做这个赛道啊 我一直讲的也很明确啊 那你为什么要回答是呢 因为你觉得他不可能成立 所以你回答是 对 那如果他成立了 我觉得 我很明确 我就 就如果说他真的成立 我也不会去 那为什么要回答是呢 那我真的没有把它当成一个 那种 很 好 那我高笑一点啊 哎 因为传达出这个信念是 他下了决心了 那起码在9月3号这场战役 他想很直接的 能够做好 出现的问题是 大家会觉得 可能有二星 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有 你只想当主理人 而不是想在哪个赛道 我觉得我可以送你一程 送你一程 想办法去给你真个主理人 不是 不是 我现在是真的很想留在这里 那就是你情商智商都有问题 如果产生了中午这样的问题 明白吧 明白 因为其实昨天下午 我们就已经是开诚布公地去说 每个人自己信任的想法 这些东西昨天已经聊过了 然后我也就是愿意再次相信美琪 但是因为今天就是我刚刚相信他 心里这个信任之后 春虎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 不管是我吧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就是 我很难再次相信 不光是因为 需要你给一个信念感 我觉得各位小伙伴 也需要你给一个信念感 对 昨天逻辑不通 然后晚上我们采访的时候 就说即使他逻辑不通 我们也相信他 就是我们愿意相信 那今天又 你不能说 你看一个人怎么想 不得看他做了什么吗 然后你每次做的 和你说的都不一样 那你们 引起了我的兴趣点 你们再举个例子 以前有什么事 让你们觉得美琪 动摇了你的信心 我客观的 他昨天跟我们说 他的初心就是做这个服装 他说在玻璃房面试的时候 他就要做服装 然后他开始 报的方案是做解压 这初心 一直是初心 然后开始报的方案是解压 然后给我们的理由 是他要觉得 他觉得要充一下X 这个根本就接受不了 是这样的 我当时 刚刚在木野采访的时候 美琪就说到 他之前投的方案 就是减压新冲 就是在一直去争取 没有 我觉得是 这个采访 它是可以结合的 但是你就是想来去争取 这个木野的主理人 我没 你就是在 你就说 你之前投的方案 就是减压新球 所以说跟木野 其实它是有相关联性的 那你就是在去争取这个东西 美妆你也不喜欢 你这么来讲 你就是想做超服 那为什么在美妆 你也要当主理人呢 因为当时我已经被淘汰了 然后我不得不并入其他的赛道 而我没有 当前我没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赛道 而他们给我 你在当时那么高压的情况下 大家 你都可以花两天时间三天时间 来做一个你都不了解的 解压玩具的一个方案 你为什么不去做超服的方案 而且你当初也去找玉琴说 想去当滑败赛道主理人 我是跟玉琴说 因为我当时知道我自己快 可能要被淘汰了 所以我就是 所以你是想去 我是去想去询问他 我能不能加入他的赛道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你之后如果在一个团队里面 遇到一些问题 你又会违背你的出现 那你到底想做的是什么呀 因为我不想被淘汰 你如果真的喜欢某个东西 你去中台也可以做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不被淘汰呢 你要想清楚 你想做的是什么呀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是为了什么去做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更明确的目标 而不是 但是我 我当当时在美妆被淘汰之后 不是第二天就要交这个方案吗 我也是我想拼尽全力来争取的 然后那后来我已经呆在这个超服了 它确实也是我喜欢做的东西 你告诉我们美妆的其他人 愿意推你当主理人 但是最后走的却是你 是啊 那你觉得是谁的问题 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就是就是确实是我自己在这方面 没有处理好这边的关系 是没有处理好关系吗 我说没说了 投票的话我不会投你的 所以说他就算之后在我们组 他会不断满火 但是这个对团队的其他人来说的话 很无意义 就一直看你们俩都这么高 他把野心写在脸上 我要走 我其实我这个想法是一直没有变的 我绝对会一直抢的 我觉得你们现在其实要一起凝聚起来 应该成为第一 大理我都懂 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解决我的一些情绪问题 其实我觉得作为朋友来讲 你想当主理人 你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 在这儿如果你也待着不舒服 大家也不舒服不兼容的话 我们说什么你都觉得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我没有说你们说什么都是你们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就是很深刻地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昨天回去 其实昨天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批头会 然后我也回去深刻思考了一下 确实我昨天可能对于包括今天 然后可能让大家依旧觉得不信赖我 但是为什么你昨天深刻思考 今天还会这样回答 对 昨天我们聊了很久 我不理解 那你就当 那可能就是因为我情商第一 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现在知道这件问题是什么吗 问题是我们无法信任你 即便你继续带着我们无法信任你 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团队彼此不信任怎么共事 就是我真的很抱歉 今天中午又给大家造成这样一个信任危机 就是 其实我也不想去辩解太多 因为我觉得 我之前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但是呢 同时我在团队里头 我觉得我也是很负责任的 在干活 然后我现在是真真诚的非常想要去改变 因为 因为我现在是不想说我在两次跌倒在同一个跟头上 就是我希望说能给大家看到一个我改变的机会 我要先施我的人事权 美其实这样了 就是你之前在美妆已经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我相信你已经碰到过这个情况了 到了现在你还是会有这个情况 那你真的反思自己了吗 就是他这个团队内的信任它是一个镜子 一旦你摔了之后它有裂痕 你即便把它给拼凑在一起 破镜难重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坚定在这一个赛道 还是怎么样 我真的就是坚定在这对赛道 就是你一直在说 你一直在说 你中午也在问我 对你中午这时候不是有个两分钟嘛 然后你一起在问我 我也把结果做出来了 我就不用自己从事 五天 一时相 audi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现在想是因为我在这个节目走的是有点带难干的 是连续跌倒两次走的 所以我想要有一个爬起来的一个 这也没关系 我跟你讲当了主理人不叫爬起来 这场赛道成功了 你自己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比方说我吧 我是个外员 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么多的细节工作 那为什么我自己还来做 就是自己是需要争口气的 我是需要想要拿结果的 然后第二个是我认为我在这里是有一种被需要感的 我觉得这才是成就感来源 而不简单的是节目 当然我觉得重视节目这件事情没错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想要多演镜头是有问题的 我也不觉得你想要成为主角人是有问题的 对 对 只是你的三心两一直有问题的 对 你明白 我明白 对 我不会因为大家的质疑而消磨掉我自己本来应该有的自信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但我一直缺这样一个机会 你今天又让我眼前一亮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手里人一定要就是能够排排 对 是 所以我今天没有想到 嗯 其实可能这还是真正的我 因为我之前在球队里面怎么样 就是之前的我不太像真的我 还好吧 反正想清楚了要做什么就一切都 哎 不过这样是好事 嗯 但是对就是 你 不是说你说一 队员不是说二 而是当队员有二的时候 他要能够说服大家说服你 嗯 就是对于进入一个团队以后 我会更加接受 我在一个团队里面这个事实 并且 而且这句话说得很直 就是团队好我就好 如果我一个人把团队真夸 我就让团队不行 对我来说这点好处都没有的 嗯 而且还有一个很直接的话就是 换掉你的情况 一定是这个团队垮掉的情况 不然如果团队被你带得非常好 为什么要换掉你 嗯 是吧 就是如果说以这样的代价 去成就一些别的事情 就是莫利的 我让美琪离开朝服赛道 我行使这个人事权 其实也是为了让团队工作 氛围更加舒服 因为可能有像美琪这样的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强势 或者是有自己一些杂念的人 在团队里面 我相信每一个人工作起来 都会有不舒服的状态 那把这个不舒服的状态给剔除掉 那之后我们形成一个 互相信任的工作圈 对我们的工作的效率 以及工作的整个进度推进 都是能有帮助的 就是其实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子 这一点我很欣赏她 因为她可以为自己的目标 不断地去往前迈 嗯 同时我觉得她可能不要再 那么地在意主理人这个位置 而是实质性地让自己可以有成长 把自己先去充实完善 就是是你的就一定会是你的 就是是你的就一定会是你的 你在头痛些什么 她们把她开了 她们把她开了 这我不怕 一起开了 没事 我们就在这说东西 可以啊 在这说东西 就是愁不把它开了呀 是谁说的呀 博士说的 不是啊 她觉得她们整个组已经把它开掉了 这么刺激 但是我现在就很难看的是 我们这边也答应了她9月3号 我也不可能现在把它开掉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善良了 我昨天到底该不会开掉她呀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这个决定 都是错的还是对的 因为后面我们聊完哭 我又是跟她聊 聊了还是聊不通 首先这个事情是 基于说她不再去 纠结上一个节点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让她做下去是可以的 但如果说过了那个节点 她还在说这件事情的话 那9月3号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算数 你讲换那就换 我们团队出问题 你跟欣宇的了解多吗 我在之前完全不认识 我是觉得上个赛段她有情绪 不愿意好好工作完全都很低 欣宇心态已经不好了 沟通成本太大了 心态不好 应该去沟通了 我们沟通了 蔡蔡和姚蕾都发火了 不想跟她再聊下去了 太固执了 就是她是一个需要人哄的小孩 让她不承认 你也是 我也是 我知道我是一个需要哄的人 对 问题是我情绪崩溃完了 崩溃完了 然后工作 她是崩溃完了 工作也跟她崩 对 工作也跟她崩 我说我们赛段 不能有这种人啊 让她不承认 我当时认识她的能力 是因为她统筹能力很强 表达能力很强 但她细化不了 她什么细化的活都做不了 她有一点很让我生气的点 在于说 她觉得自己非常厉害 就什么都能做好 她现在就是装作一副 装作一副 装作一副她给人这个塞到袋 还是我不愿意让她这个塞到袋 说实话 是应该直接把她 把它换了呢 但是我 不忍心 你想不想留这个团队 我说我想 你想 那这就是你想留团队的 需要去努力做的事 你只要能证明 你把这件事能完成好 你就能留在这个团队 因为这是个职场 我知道 但是可能我也没有那么想 就是这就是我的矛盾点 我们在做赛道 我们现在压力已经很大了 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 都是以最高效的去做 如果你对自己的定位 还是不清晰 那我就可能说不好意思了 昨天我聊一件事情 他从梁帅那个团队离开 就是没有任何预防者 并且在前一天吃饭的时候 他还跟他们表示 他会留在 但他很早之前就找了我了 然后让我不要告诉其他人 但他既然背叛过别人 也有可能背叛我 也有可能背叛我 等我 这一点我确实不能介绍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被情绪影响了 是我太优优狡猕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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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因为我前段时间也不是找每个人聊了完 聊完过后 其实我有件事没做好 就是我没有找到赛道外的人去聊 因为在那赛道外的人 看事情会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剩下的六个赛道当中 现在时间仅任务重 到9月3号又是一场生死战 我们没办法说把整个赛道的所有成员 和所有秘密来试错 所以说我们也想要做优化 什么 也就是说你这个位置可能会找到别的合适的人去 对 以及有一点我需要跟你声明的是 我们也找到前赛道的人问了 你在离开他们赛道的时候 是没有给他们打任何预防针的 对 是因为那天就是在跟杨帅聊天之前跟你说的 但是你在跟杨帅聊天之前 就已经给我表明过活着欲向了 也不是很多时候 我没有跟你表达过活着欲向了 不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原本赛道的尊重问题 在这里我真的需要解释一下 你说 在那一天聊天之前 是不是我只跟你 在微信上有一次我问你要的话 发生到你的方案 不止 而且那一次我没有跟你说 不止 你至少找过我三次 我是说要找你聊对吧 找我 但是这个事情 你的听众人应该知道 我想要找你聊聊 你对赛道的想法 你应不应该跟杨帅至少打个预防针说 我现在想要去了解别的赛道的东西 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是 你在选人的那一天之前 还会 还跟杨帅他们表明了 你会留在水垢 是 因为我没有跟你聊 你没有跟我聊 但是你应该让他们知道 你有接触别的赛道的意向 我直白地来说 你被刺过别人一次 那你可能在我的赛道也会被刺我一次 这是我做的判断 你不要给我戴高帽子 我没有给你戴高帽子 这是我做的判断 我直白地说我害怕 我作为赛道主理人 我要对整个团队负责 而且我们在这么高压 9月3号就又是一场大考 生死战的情况下 我就更要做这一选择了 对 所以说 那能不能开一个小会 我大概说一点 我不是说我晚了 可以 我就是想说一些话 可以 如果你这个没有问题 现在就在群里面说吧 跟心里沟通这件事情 已经消耗了团队两天的情绪了 然后我觉得拖了很久了 就是五个人 光顾这次赛道的命运 就觉得说 不能再对其他人不负责任了 其实团队对它是有认同感的 但是经过你这样反反复复 这样弄完了以后的话 反而会降低团队成员之间 对你的 就除了认同感以外的 各种维度的感 可能都降低了 我觉得它确实有能力强的地方 也有一些缺点 就是还是希望它可以 在以后能正视一下 尤其你说我自己先去 跟团队的成员私聊 然后再直接做一个决定 去离开团队 是一个不成熟的做法 但说实话 你刚跟我说的时候 我是有一些生气的 因为你先去找别人了解 然后再告诉我被开这个东西 其实跟我的行为 没有什么不同 我最近回想了一下 可能我们俩进行沟通的时候 你总是在评价我这 评价我那 说实话 可能我当面说不过你 但是我觉得 你有时候在评价事物的时候 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做到客观 虽然你不承认 就好像我说 我不承认我的情绪一样 可能你觉得你是真的不讨厌我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从我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你就是会讨厌我 然后对我的一些行为 觉得有一些不爽 如果你觉得我是个坏人 我就是个坏人 我从来没说自己是个好人 没关系 所以我说大家的个人评价 都是主观的 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 那就没关系 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的话 我是非常欣赏大家的 而且我觉得大家人品都很好 但可能确实会在工作当中 有一些不愉快 接下来能够当朋友的话 其实还是挺好的 好的 有问题 好的 那各自回到各自封位吧 好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 那个私情女的问题吗 据我来的私情女 可能会要离开育情组 就是有很多的矛盾 那私情她到这回你们睡够 你能同意吗 她今天上午就吵了吗 我就是现在的摆烂情绪化 我看一下群消息 是金鱼吗 你在哪儿 你要不过来聊聊 我在这儿 那本尊在这儿 真是人才 你们讨论我的时候 为什么不看一眼 不是 就是我问她 你在那边什么情况 现在已经是完全交接完的状态 什么东西啊 交接完 我就问一句话 是她赶紧走还是你要走 都有 都有 我想离开 就是因为周一跟她聊过 就是 真的确定了我要离开的这个想法 跟谁聊过 科技 科技 那你之前在组内主要是做什么 好的感觉 在面是我的感觉 我撤了 没有 那现在是想回来是吗 可以在哪儿 这个到时候养生自己 那个什么吧 你已经跟杨帅说了是吗 杨帅 什么意思 我不是我真的刚来 我不清楚 快再帮我搞一下 我就准备走了 好 那你跟我传达一下 就是那些话 就是他跟科技的问题 仅此而已 就是仅此而已 听懂这四个字的意思了吗 来捋一下 把衣服弄好 好 来 最后一次了 确实我觉得我这段时间 我自己的状态 包括熬得我很不开心 我想着换一个能不能 环境会不会自己心情好很多 对 就这样的 我自己心里最在意的两个点 就是熬夜和录制这个点 它是没有办法去决定的 工作开心肯定是最重要的人 然后离开这里也不代表什么 对 其实就是就看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没事 我给你们睡够做售后客服 怎么还没走就你们睡够了 我们睡够 你们睡够真的是 我们睡够做售后客服 来跟大家说一下 那个大家过来一下 就是我要说就是 庆怡决定要去中台 做客服 对 我觉得 她想得很清楚 然后她也觉得在那边 她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 我是很认同的 所以希望她在那边更开心吧 然后 加油 然后我们也加油 我说一下庆怡离开 然后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个人 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就包括你们玩的好的朋友什么的 我今天跟 跟湘玉跟陈宇威都聊过 然后呢 我就是 湘玉说曹福也在找她 她在做曹福的比试题 好 那就湘玉有活了 不担心她的 下一个谁 你不想要她是吗 对 因为不太熟 想想 为什么这个理由是不太熟 就是星宇也表达过 她要回来的这个想法 然后你们也表达下自己的态度 你是什么态度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的态度 我就觉得我跟她聊 她能完美地符合我们现在的工作要求 我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你都觉得完美了 我表什么她 我说完美吗 我说如果和她 你干吗 好 她要跟我们说她为什么要回来 她在下到那边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如果你觉得 庆宜的岗位 还有被选的人能够去胜任的话 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不一定说她之前跟我们一个团队 然后接触过 然后她就一定是最适合 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的 这就是我的想法 没有啊 就是替那个庆宜 然后也是在你族里 不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的意思是 就是 你这个理由没有办法说服我 如果这么艰难 又这么有争议 那你必须 你给我一个 你必须要她的理由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 还是要看她能不能给我们创造价值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找不到比她更强的人 我就会选择她 这是我的理由 就不考虑那些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通的 对不对 我觉得我表达的很多了 杨帅 你自己 如果你想决定的话 你就 唉 我不想说什么 我是觉得 你的离开是不负责任的 你会不会又觉得 新的睡国团队是你不适应的 金明两天半的一下离职 我们陪着他往前走 我觉得就这一点让我很失望了 我一直就是对你这个人没有意见 我觉得是可以做朋友的 但是可能工作在一起可能会 我不太想了 所以 我才这样子 选品会快开始了 走 唉 唉 你身上怎么汗味有点重啊 没办法 出了一点汗衣服上就有味道 唉 不过你也出了汗 怎么衣服上没有什么汗味 因为我一直在用这款 蓝月亮运动型洗衣液 它既能够去汗味 还能抑制汗味 我回去就试试 蓝月亮 100道光芒 下节更精彩 蓝月亮100道光芒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蓝月亮灌明播出的 100道光芒 爱运动 用蓝月亮运动型洗衣 现在上小芒APP搜光芒 节目同款现实抢 如果这么艰难又这么有争议 那你必须你给我一个 你必须要他的理由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 还是要看他能不能给我们创造价值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找不到比他更强的人 我就会选择他 这是我的理由 就不考虑那些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通的对不对 我觉得我表达的很多了杨帅 你自己如果你想决定的话你就 不想说什么 就是如果他觉得他能接受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还是 没有自己的主见 没有自己的判断 没有棱角 就是端水的一个过程 那个人的能力 不是不可替代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人的忠诚度更重要 我先跟欣语聊一下他在哪 所以你觉得你离开主要原因是科技 不想留你了是这样吗 因为上次那样其实 抛开所有东西来讲 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 展现说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我之前其实就对滑板菜道 其实是最感兴趣的 当时我是觉得 选团队是比选菜道更重要 所以我选择你了 但现在的话 那我是觉得 就是选自己感兴趣的 好吧 好吧 这样子可能就是 如果这么一回想的话 那可能当时是有想加入他的那个 那这件事情你做的就是不对啊 但是我当时就是 我跟你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十几分钟 就十几分钟 就是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那你很坚定 就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 但你说你不是冲动的人 反正现在大家的担心就是 你可能还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我觉得有一点很好 就是你开始反思自己了 我很 我经常反思自己好不好 但是不改 我改好不好 我觉得你基本上已经说服了我 也给了我承诺 我希望你能履行这个承诺 但是现在我还做不了这个决定 是因为你要说服他们 他们很好奇你为什么要走 以及你为什么要回来 因为 大家不愿意接受成为备胎 遇到这种关键的事情 我一定是固执的 是有自己的想法和态度的 这是我的底线 来吧 来吧 心里那有凳子 那里 好 我想先说明一下 当时为什么离开睡垢 当时我觉得兴趣大于团队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最后选择了滑板 以及我当时匆忙地去做完决定之后 我没有说去找一个机会 把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详细去解释我的心路历程 就是我这样的行为确实是很幼稚 然后也肯定是伤了大家心 这是我从这件事情里面反思过来的 所以就是先在这里先说一声抱歉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别的人想要进来睡垢 就是弥补这个空缺 那我想比于他们的话 其实我还算是有之前的一些 跟大家合作的一些经历 那我觉得可能我在适应上面 会更加更快一点吧 我对你本人是欣赏跟认可的 你的逻辑思路很清晰 然后这一点 我是觉得你的离开是不负责任的 你觉得当时不适应 老的睡过团队你离开了 然后你又想回新的睡过团队 那你会不会又觉得新的睡过团队 是你不适应的 为什么在你这么坚定地选择滑板以后 你又很想回来 就是 我觉得原意他的考虑 绝对不是个人情绪 因为所有人都认可你的能力 以及和你相处的也很融洽 只不过是出于对团队 整个大局和未来的考虑 对 我知道 所以我很能理解 对 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我觉得给他一个任性的机会 因为我觉得年轻就在于尝试 这也是为什么我还尊重轻易的选择 让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要去试错 我欢迎欣语回来 然后我也希望他通过这次的 这二十多天的一些经历 认识到更要在做决定之前想清楚 要更要考虑他人的感受 我也希望欣语可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 我这次再给你一次机会没有错 我要你回来的点很简单 我就是认可你的能力 其他的那些顾虑我全都有 那我们就欢迎一下欣语回归我们 所以说好不好 袁毅 然后我也非常认同袁毅刚刚讲那些话 然后你以后进入他的选拟组之后 也要跟他多交流 然后有问题也要跟他多沟通 然后我也相信你们俩 虽然都是很有个性的人 但是也会去找到那个度 因为我跟袁毅 虽然还是有什么话说什么 有什么想法说什么 但我们更能理解彼此的情绪了 好吧 因为至少大家都是 往一个目标在冲 好吧 你可以坐那 因为那刚好是庆怡 庆怡在我们团队的这段时间 虽然你觉得这个工作强度很大 但你也没有把这些情绪 带到工作当中 只是自己默默忍受 所以这也是我会 愿意尊重你的决定 让你离开的原因 我希望在中台 在小芒 在未来的道路上 可以开开心心的 谢谢 好吧 早日成为小芒的客服英姐 好吧 也希望你在中台 可以定到自己喜欢的岗位 好 对 好吧 好 好 喂 月行姐 你好 我是那个一百多高门的邝少斌 然后我想就是找你们办些手续 我是打算就是在 在今明两天办理一下离职 是的 是的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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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情况 昨天的情况还是什么 其他的 其他的 不是那个事情 是团队的一些问题 嗯 嗯 好 温音姐 我 好 好 早了 发生了什么 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 其实 就是 积累之下 做出这个选择 最核心的点是什么 就是团队工作氛围 工作效率 一直没有变 一直没有往好的方向变 最 让我想要离开的原因 管理原因是一个 嗯 更多的是一个 我进入这个团队这么久以来 大家其实一直在说 王敌人一些问题 说团队一些问题 但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没有得到解决 嗯 让我觉得很无力的是 每次都是 我们发现问题 我和唐萌 还其他人一起推着王敌人 往前面走 是我们推 推动着他改变 而不是他主动 意识着在改变 嗯 我们是被动的 嗯 他好像是变成了 嗯 我们陪着他往前走 嗯 我觉得就这一点 让我很失望了 嗯 我希望你明天六点 给我你最终的活 给你一天的时间 不想要了 我不想再等了 真的不想再等了 嗯 我觉得 其实这样子是考虑的 我觉得 总有人可以说服我 嗯 但如果这次说服我 我下次就出现那次的情况 该怎么办 因为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出现 这样的情况 好 我觉得是这样的 明天中午十二点 我希望你可以给我打个电话 好 好吧 让你做成决定我都支持你 嗯 然后我们 就是公司的态度啊 好吧 我也都给你表达啊 嗯 非常感谢 那就这样 我再去找一下烧饼 我再去找一下烧饼 我还是单独跟他说 我还是单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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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单独再去和他聊一下吧 对我单独再去和他聊一下吧 你别拿遍了 别拿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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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饼 嗯 干嘛 嗯 其实 我已经提倡完了一次 就 还是可以聊一聊 或者 我只是说 嗯 我一直就是对你这个人 没有意见 可是我说是可以做朋友的 但是可能工作在一起 可能会 我不太想 嗯 所以 我才这样子 嗯 你倒好 现在 这个 九月三号的不太是什么都好呢 嗯 业务这块真的 压力山大呀 现在是所有赛道 都有 换人换血的动向 其实大家都人心挺不稳 所以你不要执着于我个人的离开 现在 现在你要把眼光放在你自己的团队上面 嗯 是 包括我走之后是不是要填充新的人 嗯 该从谁哪里那里学 嗯 你现在是要去想这个问题了 嗯 好吧 嗯 所以 待会儿 待会儿就上来一把呗 嗯 我肯定 我搞完肯定会上来啊 嗯 你修事情还没交接完啊 嗯 那你可不准就不交接就走 那你就是 自己去处理了 嗯 就是 就是如果是要走的话 可能 还是就 还是好好的 就是也告个别吧 告别会好好告别的 等把这个结束之后 嗯 哎你去吧我去打 我要打个电话 你走吧你走啊 我去我要给比姚打个电话 快走 我不要你在这里不要 我不方便打 好吧好吧 那你待会儿再上来 他的离开真的也是让我们团队里面 本是一名大将吧 那他的离开之后 那我们团队的业务 其实也面临着很多的压力 很不希望他走的 小饼 小饼 嗯 就是被cue到了 没有 嗯 你到底怎么想呢 你 你跟你说 你这个时候你不应该问一个人 怎么想的 应该用生活话 得跟他开个玩笑 跟他讲个笑话 聊个天就行 你为什么一定要聊到工作呢 行吧 好 我知道 给你扇一扇 给我邝总扇风 小饼 嗯 你说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呀 现在就是 这一个 那么大的摊子在这 小蒙女 小蒙世界 现在我你现在你知道吗 你上次 卖那款石头的时候 你说 叫我说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我现在 下次卖的 还是一款石头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感觉我再卖一款石头 我应该 就混不下去了 卖的不是石头是未来 你不是你想说的话 但是 卖的不是素素草品 卖的是未来 那一期可以 你七期这样 这不是被别人喷死 你出去他 你说你又给个阿们的情况回来 行吧 行吧小饼 你现在你的离职申请 我也不会给你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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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他刚走 他刚走了 他刚走了 王金正快得审批通过一下 后面还有好多流程要走 你先审批个请假吧 请假我先给你批了 不是不是 这个我后面有很多程序要走 我不然后面我 我还想回家一趟 不然没时间了 你走了我可怎么办 后面还有审批要审批很久的 后面还要交还工作道具 还要去聚宝盆进行交接 很麻烦 你先帮我把你这场审批流程先过的吧 好棒 你要不还是先请假呗 不是不是真的 我没没没看完上来 就我也认真了 反正你反正你回去后面你离职 我们帮你离也行 但是你你先请假回去想想言 这样子还有就是你还可以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就是我第一次就是 不是你知道吗 在你这里卡了之后 后面都走不了 对啊 就是我说你先请假 反正你先回去嘛 王哥你快点通过一下 我26号就要去学校报道就不在这里了 你快请个假 你先请假回去 你之前 不是不是 不是 你先通过好不好 你先通过 说不定你快请个假 不是 你真的没开玩笑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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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下个大会了 你别当过时间 你先 不是 我已经提交完了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聊到工作呢 请吧 给我邝总扇风 快走 其实接下来的不管是大考还是小考 都是淘汰制 这一段其实对团队来说 其实是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 尤其是 尤其是我的突然离开 也许会让他们措手不及 确实在这个阶段 啊 让我觉得很难处理好 王哥 早上聊一下 没想到跟你早上聊一下 有这么大阵仗 怎么说呢 现在咱们坐在这个草坪上面 就是纯粹的私人角度 或者说从这里朋友角度来聊 嗯 不是为了达成一致 而是为交点心吧 嗯 就是 我觉得咱们 这张赛道这样走下去 不是个 不是个事情 我始终会觉得咱们每个人都有问题 然后 这个人跟着问题积累在一起 才会导致最终一个决定的失败 或者最终的决定的成功 嗯 我知道我肯定还是有时候 就是说话 就是有时候真的就不过脑子 的确就是做得很不太好 就我自己也有 其实也有想一些问题 不是 其实我今天和你聊 并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把这问题掰扯清楚 嗯 只是想说 咱们毕竟作为一个团队还要走下去嘛 所以我今天还是想解决问题 嗯 其实 我们所有人很失望的一个点就是 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情况下 你还做了一个 说我一定要改具备的决定 我当然知道你有的你的理由 就是你当然会有你的理由 只是就是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 当所有传递成员都在反对的时候 你必须考一下大家的想法 我的确就是其实当时是 就是怎么说 就是对于我觉得当天的那个决定 可能 我觉得错可能是 我没有考虑到大家的一些感受 然后 就是可能当时就是 对于大家全部都反对我 然后又是积积积累了这么久的一个情绪 就我真的就是 就是也骑虎难下 我一直想做的是 我们团队做的每一个决策 都应该是团队决策 嗯 如果你是主角人 你可以带票没关系 但是你的带票要说服别人 我觉得就如果没法 没办法说服别人的话 可能就是你一个人做的决定 就是我觉得还是得想一想 嗯 我一直会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我觉得我从来不讨厌你这个人 嗯 只是在工作方面的话 我觉得会有一些 难以接受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工作方法 工作态度 工作行为 或者说自己对行业的一些认知 和理念不同 观念不同 但是呢 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 可能确实要需要在乎别人一些感受的 每个人其实都有每个人的活法 我也不想改变自己 嗯 但是呢 不得不改变自己 因为我们要和他人合作 嗯 要新的去交流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吧 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 我觉得是需要说明白的 不然的话 可能我们俩一直会有误会 可能就是未来的相处 可能我要把我之前 可能做的不好的地方 往往去改正 让他们看见我的改变 然后让他们看见我 其实是有在成长的 就对于这个赛道 他们对我未来做的一些工作 和规划放心 那我肯定做的一些事情 也能够让他们去幸福 那对于整个赛道 我们目标一致 那就没问题 我先去开会 开那个目标会 嗯 本来我觉得这种事情呢 可能有一些事情 不必在大会上讲 但是既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我觉得不说不行了 唐翰 我问你 嗯 你在想忙什么角色现在 你知道你在想忙什么角色吗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吧 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了 你年纪轻轻 刚毕业两个月 什么东西都没做出来 我告诉你 你在想忙就是个负担 就是个累赘 谢谢 蓝月亮 一百道光芒 下节更精彩 蓝月亮一百道光芒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蓝月亮灌明播出的一百道光芒 爱运动 用蓝月亮运动行洗 现在上小麻APP搜光芒 节目同款现实抢 上微博 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 上微博搜索一百道光芒 参与话题互动 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就想让大家想到玉枝菜 就想到小麻 因为用户新知识没有被培养的 他在选择上 他是有选择困难症和选择门槛的 他不是我要吃玉枝菜 我不知道怎么选 而是说我就想不到玉枝菜 我们不能说 再做自己的赛或怎么样 做不起来的 因为下面不支持 你还不如用自己所有的努力 在这极枪里面 拿到一个更好的名字 未来就会有跳槽的可能 身上的规则千千万 极枪上的也千千万 那如果小麻的规则 确实不适合我 那我就换了 在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哇 真的有烈火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这个 哇 太帅了 买他 买他 和买他 日杰 我来请你了 哇 五条件事 十条件事 最终销量目标完成度 最低的赛道 将遗憾地离开我们 一百道光芒的节目 他们是 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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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愉悦 那再来不怕 都靠实力气泡 日复一日相亲 为了会更好 机会我自己创造